一個就是說,我也是二維陣列,那二維陣列的宣告方式 就是說也是一樣double,這個有個sell的一個陣列 那我可以怎麼切割呢?new一個後面加長度 4,2 前面4,後面2 不過也有一種可能性說,我前面有4 但是後面我2沒有,我只有先決定我前面的陣列,後面的陣列我沒有決定的話 那我之後可不可以再切割?其實是可以的 那切割的方式就在下面這個地方 因為我必須要切割,那我可以跑一個回圈,怎麼切割呢? 在這個sell裡面,後面呢 可以指向0到,因為我4個嘛,所以0到3 那你可以在每一個裡面呢 如果 就是我講過,二維陣列是這樣,比如說原來是4個 原來是4個 那我在4個裡面還在切兩個的話 就是用一個語法 第一個是0對不對? 那在0,其實這個地方0 new一個什麼呢? double2 也就是說new一個double就是 再切一刀 讓它裡面可以再放東西 那再跑一次 new一個 再切一刀 切一刀 切一刀 那這樣的話呢 就等同時你預設這邊就是加一個2了 但是如果你出 剛開始new的時候沒有 new2的話 那你後面還可以再切 並不是說 之後不能再切 那切完之後的話,你就可以放8個資料 前面4後面2 那它的規則一定是 00 01 10 11 然後分別把 10個 8個資料 這個是業績的部分呢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其實這有點類似像Excel 你如果說 Java裡面讀Excel裡面 假設Excel輸出的資料 那你要把它秀出來,類似 我業績報表 我希望一個G 然後這邊一個Tab 然後在去年 業績多少 今年業績多少 那第一季 1到4季 然後這個 把這個每一季的 這個資料呢 都秀出來的話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 當然第1個 上面這樣的寫法是OK的 可是 我講過了 你要寫這麼多 倒不如寫下面這一行就好了 下面這一行 等同上面寫這麼多行 可是你 也不一定說 上面寫法 上面寫法是很乾淨俐落 為什麼 因為00嘛 對不對 01啊 就是有點編號嘛 可是你這樣子很難看啦 你這個地方這樣看 這個是00 01 其實一排 所以有的時候 程式在表現的時候 你要看說你將來 可閱讀性高不高啦 如果可閱讀性高一點 讓他多幾行也無所謂 當然你還要考慮到說 你現在看得懂 你將來看不看得懂 第2個是說 你看得懂 可是要不要花很多腦力去 看懂 其實說真的 有時候寫程式 你把自己 程式寫得 很高竿 最後 最後只有考倒自己而已 最後自己都看不懂 我以前 我寫程式 剛開始都會這樣 會 K很多書 然後看很多人 很多作者寫 很漂亮的程式 可是那很漂亮的程式 最後自己都看不懂 即便要看懂 要花很多腦力 那看懂之後 自己整天 就是很傷腦力 後來發現 寫那漂亮的程式 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為這些 都會被那個 就是電腦的效能 給突破 因為 以前要寫得很漂亮 是因為效能很高 可是現在CPU 快到不行 你寫那麼 漂亮的程式 最重要是自己可以理解的 哪一種方式好 沒有絕對的 所以像這樣子 我們如果上面寫的方式 如果你覺得好閱讀 那也OK 可是如果你要精簡的話 像我有時候真的 我不太希望 程式碼太長 那我可以 用下面這種方式 但是如果下面這種方式不好理解 你可以做註解 稍微做註解一下 那比如說這邊的話 Double 然後兩個 然後分別把 這個資料放到裡面來 最後把它秀出來 那秀出來 牽涉到一個menu部分 就是前面我們講過 上面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 printlite部分出去 它是一個 這個地方輸出 上面是一個什麼呢 一行 然後 換行符號 寄一個tab 去年一個tab 今年一個tab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輸出 輸出的話呢 這邊就是 就是 寄一個tab 上面的部分 上面部分其實就是 表 這個爆表的一個頭 上面部分 下面部分的話就是把 第 有沒有 第幾寄 那第幾寄的話是根據這個j 那因為j是從0開始會加1 然後第幾寄一個tab 然後再把這邊資料分別把它輸出 輸出部分的話呢 把陣列裡面的值 抓出來 那因為我j在外面 i在裡面 所以是j 然後一樣 加一個tab 最後跑完之後 就會是 像這樣的一個 報表出來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 將來當然你有一些外部資料 類似 以次有的資料 或者 Database的資料 你都可以直接讀進來 把最後的結果輸出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 我也把這個畫面 放在 雲端硬碟上面 如果說你要把雲端硬碟裡面的東西做 下載的話 就是我剛剛講 你要先登錄Google帳號 登錄Google帳號之後 在右上角有個叫 使用 用雲端硬碟開啟 它就會 把我的雲端硬碟 放到你的雲端硬碟 但是 那個是 我跟你共用的 那個還不是你的 好 謝謝